大家好 中国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啊 本身这个名字就有问题 应该叫公民身份证啊 至少有四个错误 我们看看这位老先生怎么说的啊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住在中华人民国境内的都叫居民 而公民呢 具有中华人民国国籍 依照宪法 像一个权利和义务叫公民 准确的是中华人民国公民身份证 不是居民身份证 第二个错误 背面第三号出生 出生很大的概念 到底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出生家庭 都可以 这不确定的文化 准确的是出生日期 他把日期丢了 第三处 背面带头像的最后一号 公民身份号码 证号码 不是身份号码 把证给丢了 公民没号码 是公民身份证有号码 四个问题有效期限 正面之后啊 像我这个 2012年4月28号 一行点到长期 从哪到哪是点的概念 也呢 长期是个过程 正确的是长期有效 或从哪年哪月起 长期有效 这是语文错误 就得死 申請